95.64的胜率 国服S2红夫人 大家好 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大观点 来观战一把红夫人 调久拥兵并换杂技 当然这个阵容呢 我觉得即便你是95.64%的红夫人 他也不好移 没关系 这刀打到就打到了 怎么地的 对不对 杂技后面有球 就是后面红夫人那个镜子 如果没中 那是不是要逼出闪现 这个局只要杂技能逼出闪现 对于红夫人来讲是很难赢的 因为你外面的桥久失 外面的病患 你都处理不掉 用兵来救人 你能拦得住 所以这个局的话 真的没有 不要笑 先不要急着笑 大家好好的看 好好地学 作为一个专业解说 60秒之内红夫人完成击倒 他就能赢吗 不 这个阵容 我说句实在话 待会真的求生者保平了 我希望看到四个字叫专业解说 现在只能确定什么 就这个红夫人他输不了 只能确定这一点 红夫人呢 可能有个30%到40%的真胜面 这个是我现在能给大家讲到 就根据现在这个局面啊 佣兵这边的话呢 四分之一选线 将人救下来 拉开 待会去找调酒师喝口酒 杂技这边的话呢 逼出闪现 可以 这波逼出闪现就可以了 这波逼出闪现 佣兵喝个酒 调酒师这边过来了 给口酒喝 佣兵保证满血再过来压 看通缉到的是谁啊 因为杂技这边的话 第二波上关以后还会有通缉吗 看通缉到谁 就再来一波救人 这个局红夫人还真的没有什么赢面 至少求生者三人开门战 目前求生者不出失误的情况下 是看得到的 因为红夫人的第二波 就挂杯杂技的那一波 这里话一刀病患交出飞轮 可以 红夫人还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努力 想要真胜 然后这个ID的话 这个红夫人其实上个赛季 他就是一个国服在前三的红夫人嘛 所以这红夫人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红夫人能不能赢 我依然觉得 六四卡 保守一点六四卡 我觉得六成平宜 因为他的对手 那也不是泛泛之辈 想说对面四个攀大帅 那这个局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这边双弹杂技 好的 加速往前走 红夫人这一刀能打中吗 能打中吗 能打中吗 能不能 能不能 哎呦我Q这还真打中了 这一刀打中 挂飞 拥兵这边的话 需要再去喝口酒 算一下机子 算一下机子 现在密码机总量的话呢 差了不到一台半了 也就大概差了100% 120的样子 这个机子的量 如果 红夫人这边没有办法去把球者道具消耗完 这个三人开门战 或者说这个局红夫人他只能消耗道具了 他打针对是针对不住的 真针对不了 你抓病患病患三个勾 抓调酒师 调酒师有口酒 抓佣兵 佣兵现在喝了口酒 那调酒师边都有加速酒 真的 这三人开门战我给大家敲死了 好不好 这个局红夫人能不能赢 能赢三人开门战你去增生 但是三人开门战一定压不住 因为穷者在整个营救杂技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而杂技呢 该做的事情逼出闪现 他也完成了 因此 红夫人现在只能是消耗 只能消耗 他当然可以去在三人开门战争胜 但是三人开门战之前 他赢不了 我觉得穷者现在的话 其实外面起薪机子是要做的 因为红夫人一定会压 守一台机子来消耗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 不起薪机子 强冲密码机 那就是给红夫人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点就是翻箱子 还有一点就是翻箱子 因为这三个人道具用完以后 都是可以捡道具的 都是可以捡道具的 这种好 用兵别回头了 这台机子不要了 中场美机子就不要了 别看中场机子修了8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外面重新起一台 对 沙包废墟里面那台很香 对吧 那台机子离得比较远 那边在补状态 把病患的状态先补好 红夫人这边抬镜子 好 这个护臂 护臂 差了一点点 有了 这波的话转进打到佣兵 佣兵拉到死角 红夫人过不去 这边的话就是看佣兵 怎么着教自己 外面两个人嘛 对吧 病患手里面有飞轮三勾 干嘛呢 压着 在中场压着 调酒师那边是无敌修机 这个调酒师 红夫人最多就抬个镜子来干扰干扰 对吧 这叫无敌修机 你不可能过去管这个调酒师的 看都看不见这调酒师 但是这个病患一定不要去修制台机子 修制台机子 你就 就很容易被红夫人耗 红夫人当然也不能击倒你 因为你有飞轮有钩子 但是 就很容易被耗 很容易被耗 红夫人要不这个时候去找佣兵 你把佣兵挂了吧 把佣兵挂了嘛 手里面有个人 然后调酒师那边的话 机子三十六 对吧 看得到吧 我说的错没错 一局下来 我的解说 一个点不错 真的拦不住 就这个局求生者真的一点机会不给红夫人的话 你哪怕上来抓杂技好像看似挺快的 但是杂技在关键内波把这个闪现给逼出来了 红夫人就就很难了 有个闪现呢 红夫人可能在中间节奏点上面会有些变化 一刀打88的机子就下来 病患这边扛一刀的话 这个佣兵还是个开门战满血带护壁的佣兵 机子里啊 红夫人这边的话有镜子 但是都有位移 都有位移 脚闪现 但没打到 完了 好久是那边点门 这个病患有点强啊 这个病患 这波分析值不值得点个关注兄弟们 让我看到你们的家号 感谢大家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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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